本台消息 由广东省侨办举办的 2019海外华媒看广东活动 11月8日拉开了帷幕 来自全球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30多位华文媒体精英如约而至 兴致勃勃地参加了这项 在海内外具有广泛影响力 和传统意义的采访活动 2019海外华媒看广东活动的第一天 访问团首先来到广东省资料局 采访数字政府变明服务的建设成果 2017年以来 广东作为全国政务服务移动化的 宣导者和先行者 按照国家一体化线上 政务服务平台建设部署 从全域官、整体官视角 率先实现电子证照、电子签名 和电子印章三大核心技术 在行政审批和公共服务中的 全景化应用 通过集约化建设政务大资料中心 实现省市县三级跨部门资料联通 极大提升了行政效能和政务服务效率 2018年5月 在全国率先推出集成民生服务小城市 月省市 群众通过微信直接进入月省市 办理高频政务服务 截止2019年11月上旬 月省市小城市10名使用者累计2116万 公众号关注量累计534.8万 上线871项服务 67种个人类电子证照 其中666项实现零跑动 月省市让民生服务在指尖触手可及 已成为广东居民日常生活中的重要工具 在此基础上开辟了月商通平台 依托数字政府基础支撑体系 提供及业务办理政策推动 政企互动企业中心为一体的综合移动政务服务 是数字政府改革建设支撑营商环境优化的重要载体 随着数位政府改革的不断推进 资讯技术红利将进一步释放 不久的将来 在广东工作生活只需拿起手机就可实现 只肩一见半 掌上政府将以其高度的灵活性和智慧化特征 给企业和群众办事带来更强的幸福感 当天上午 访问团乘车来到文明侠尔的广东省中山纪念中学 这所有这85年历史的学校 是由孙中山先生后人 秉承其父孙中山先生 谋建设陪人才 为富强根本的遗愿而创办 校民由国家如狱主席宋庆龄于1978年亲笔提写 学校旧址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学校占地面积850亩 建筑面积17万平方米 这里历史传统丰厚 校园环境优美 绿化面积达到69% 校园内琉璃瓦 红墙建筑精致典雅 气势不凡 给代表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11月8日下午访问团 来到珠海隔离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参观访问 成立于1991年的隔离电器 从当初依靠组装生产家用空调 发展成为如今多元化科技型的全球工业集团 产业覆盖生活电器 高端装备 通信设备等领域 产品远销160多个国家和地区 隔离电器已经成为全球知名的电器品牌 这一切都给海外华文媒体代表 很大的触动和鼓舞 在珠海近代历史名人 荣宏故居纪念館 2019海外华文媒体看广东访问团 详细参观了荣宏生平展 荣宏是中国晚清最早的两个留学生之一 他的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 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的思想影响深远 美国耶鲁大学对他的评价是 荣宏身上每一寸肌肤 从头到脚都是爱国的 荣宏1854年耶鲁大学毕业后 上下求索18年 最终在1872至1875年间 促成120名官派幼童赴美留学 开创中华传世之举 推动了晚清赴美留学计划 被尊为赴美留学生之父 荣宏曾被曾国藩为以重任 辅佐建立洋务运动的主力企业江南制造 支持务须变法 协助包括孙中山、詹偏佑等 一批批留学生前赴后继 寻求复兴中华民族之路 美国夏威夷中文电视台记者 发自中国广东的报道